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主任 我听老黄说我这个月全景想没了 是啊 为什么呀 你看看表达都几点了 这都大中午了才到单位 我没算你矿工已经够照顾你了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呀 喝醉了能成为迟到的理由啊 不是 你不是知道我为什么喝醉了吗 那昨天咱不是 我又不是私人业会 是不是公务应酬咱俩一块去的呀 那我现在我这头 我这胃我还难受呢 就应该给我算公众 再给我放两天价 再把医疗费的一爆 干嘛还给我算迟到 还给我钱你讲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一乐啊 你也太金贵了 咱们谁没参加过公务应酬啊 谁没因公罪过酒伤过身啊 我们谁提什么公伤和医疗费的了 都是为了工作啊 不要紧紧计计 再说了 你现在正在竞聘这个宣传科长 更要任劳任怨以身作则你说对吧 不是 科长啊 好 好 刘 刘 你看我那盒茶也没有 什么茶 就你给我那盒 要喝茶是吧 来来来 倒点 倒点 你这个不是你不爱喝你给我了吗 一开始是不爱喝 后来就慢慢一喝一适应 还不错 我妈花八百八百八一斤 我给你倒点来来 行行行 爱喝你自己留着 我喝拍开水 那你要喝喝再来拿 我就锁这柜子里边 老花 嗯 我还没看呢 等我看完你再看 不是 我刚拿过来 这报纸是科室的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看得我就看不得 是科室的 是大家的 那些都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吧 嘿嘿嘿 这话说得好 是得有个先来后到 我到这科室十几年了 你再来几年 小刘啊 啊 剪刀借我一下 哦 嘿嘿嘿 你干嘛呢 嘿嘿嘿 这篇文章写得好啊 待会就给我儿子好好学习学习 这是公家报纸 不是私人的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你剪完了别人怎么看 我不都剪下报纸吗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你真把自己当科长了 老黄你说什么 我说你真把自己当科长了 你放开 你再说一遍 看 看 看 都别看 小曼 亲爱的 看我的衣服漂亮吗 昨天晚上阿伟亲自帮我跳的 漂亮啊 你和阿伟昨天晚上去逛商场了 嗯 逛完商场呢 然后就回家了呀 我特喜欢这腰带 你没穿着你的新衣服去见别的什么人啊 没有啊 怎么了 真的吗 你今天很奇怪啊 出什么事了 看你这浑身上下 散发着孕妇的气质呢 嗯 好 谢谢你昨天晚上送依乐回家 你都知道了 哎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昨天晚上真的是我和阿伟要去逛商场 但是后来我广告部的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去撑个场子 然后我就去了 没想到在那碰到依乐了 那么巧 就那么巧 你当时依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正在包间里跟人吵架呢 好像正和他们领导啊 拍桌子吵架 哇 谁谁 不就是个破课掌吗 啊 我书依乐是凭本事吃饭的 你们爱急又提不提辣倒 想不到依乐还挺酷的 居然还敢跟领导吵架 哎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随口夸和他而已 后来我看他醉的太厉害 我就扶着他赶紧走了 就这些 小曼 不带你这样呢 你还怀疑我跟依乐有什么呀 可是他昨天晚上 要那么晚才回家 你们俩去哪儿了 你还说呢 他醉成那个样子 边走边吐的 上出租车 出租车都不拉 是我一步一步 把他扶给你们家的 那你为什么当时 不给我打电话呢 我想打 可是他不让啊 哎呦 你这喝了多少啊 小曼阿姨 没事没事没事 你别扶我啊 对你扔走 对你扔走 你看会儿你看会儿 我给你想办了 不用不用 别别阿姨 你千万别给他打电话 我不想让他看着我这 别打啊 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这个单位 这帮人嘛 他就是市里 他看着我当不了科长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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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妒 不是 不是阿姨 你 走 没事没事 快起来吧 我不想让那个小曼看着我这狼狼样 千万别给他打电话 真是够傻了 不就一个破科长吗 他至于吗 他生不生之有什么关系呢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在乎 这说明他在乎你啊 男人都不希望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看到自己失忆的一面 是他不让我把昨晚的事告诉你的 所以我才瞒着你的 对不起啊 阿姨 我 算了 喂 小曼 伊勒今天在单位里又出事了 伊勒他怎么了 你先别着急啊 他人没事 他们杨总刚给我打了电话 说伊勒今天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情绪完全失控 在单位里跟同事吵架 把杯子也砸 而且说了很多不得体的话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您知道吗 他们杨总在外边开会呢 刚接到办公室汇报 马上就给我打了电话 他让我劝劝伊勒 可你知道在这个时候 我不方便说伊勒 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在单位里不能冲动 一定要搞好和同事的关系 好 那我马上给他打 谢谢啊 爸 伊勒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估计昨晚酒店没过 一上班又和同事吵架了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怎么关机了 肯定昨晚喝多网充电了 阿宇 我去单位看看伊勒 你快去吧 那我就不管你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 走了啊 麻烦问一下那个书伊勒 在哪个办公室啊 就在之前 去吧 伊勒 怎么啦 你怎么来了 我还说下班就接你 李记者啊 我建议你啊 带你们家伊勒 去安康医院检查一下 你没看见刚才情绪失控的样子 多吓人啊 伊勒 你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要不然请两天假回去休息休息吧 老黄 这两天伊勒在家跟我闹了点小别扭 心情特别不好 他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你别搭理他 他就是个笑面虎 你可 走吧啊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你看你那个特殊 对不起啊 老公 别生气了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误会你 你前段时间压力那么大 你妈和你奶奶都对你期望那么高 我爸呢 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还给你灌输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职场经 我作为你的老婆 不仅没能安慰你 理解你 还对你小肚鸡肠 不愿意 你老公没出息 知道自己要升职的 说是还不能圆滑 可我到结果院上 我就圆不了 我滑不了 这辈子 这辈子就定当小职员的名 小职员怎么了 我觉得小职员挺好的 你看看我 在报社婚那么多年 还不是个小记者 那每次 我们单位竞评新闻部主任 都没我的范儿 你呀 大胆咧咧肚三辣四 你还真不适合当领导 是啊 小记者怎么了 快快乐乐 自自游游游没人管 就当小记者 对呀 我前几天采访了一个企业的领导 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有道理 他说人才分很多种类型 有业务型人才 有领导型人才 而一个企业的领导呢 就是应该看清楚哪些人才 最应该做哪些岗位 给他们合理分配 我看啊 咱俩都一样 都属于那个业务型人才 我可不这么想 我吧 可能还算是业务型人才 可你在我心里吧 他永远是领导型人才 小嘴挺甜啊 行 这么想我就舒服了 那我回去我就跟我妈说 我这么舒服 我说不是你儿子呢 没有上进心 是你儿媳妇说了 你儿子呢是业务型人才 不适合当领导 你可不能告诉你妈 你又要告诉你妈 我可惨了 她肯定给我组织一场辩论大赛 你妈肯定说 我儿子怎么就不适合当领导 那很多领导都是一步一步走 从业务型人才走上来的 屁股决定脑袋 屁股坐在哪儿 脑袋就自然应该学着拐弯 小样 我妈撕拢过得挺轻啊 老公 不生气了吧 嗯 妈 哎 妈 您怎么来了 妈 本来来是帮你讨好公道的 现在弄清楚了 是个误会 你们俩又和好了 也就没有啥事了 哎 妈 您既然来了 在这儿吃晚饭吧 我给您露一手 哎呀 不用了 我跟你妈又说不到一块 妈 你们没吵起来吧 没有 您也别担心 要是再做下去呢 也差不多了 我就给出来了 对了 依乐你不知道 你妈妈 一门心思 还想着你这生殖事呢 她昨梦要去找那郭向东 要什么想想办法 妈 您不知道 我爸我妈在这家单位 干了一辈子了 都是普通职员 我呢 现在又进这家单位 还是普通小职员 我妈心里就有点遗憾 而且我们家住的是单位的小区 所以就特别想让我生殖 给她尝尝脸 哎呀 你妈这心思我懂 天下做父母的 谁不想自己孩子出人头的 对吧 可我在下岗这些年 我倒是想开了 我现在卖包子日子 比以前上班啊 又自由又快乐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种活法 你妈选的路呢 不一定适合你走 对不对 妈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反正依乐这性格呀 即使能生上去了 也未必对她是件好事 是啊 所以这次我们决定 如果真生了职呢 就当做个惊喜 如果没生呢 也没什么 对吧 惊喜一会儿呢 哎 依乐 我这丈母娘呢 倒是不是失礼眼儿 我不要求你一定要当官 我只要求你对我们家小曼好 这你们两个人 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 比什么都重要 对不对 行了 不说了 我先走了啊 哎 要送你吗 哎呀 不用 不用 谢谢妈 哎呀 前姐公啊 真是 真没想到这依乐 在单位捅这么大的娄子 哎 亲姐公啊 还要务必请您啊 多费费心啊 帮忙给她那个收拾收拾 在杨总面前呢 多美言几句 哎 亲家母 这依乐啊 也是我们老郭的半个儿 老郭一定会尽力的啊 试试 哎 其实 其实杨总也挺喜欢依乐的 要说升职啊 凭能力 凭资格 依乐都够 嗯 就是那脾气 就怕将来 在民主测评的分数上 会受到影响 你就像你 行了 姓姐啊 完这事就这样吧 反正我们家依乐的命理 没这关运 咱回去吧 我回什么呀 你看你这脾气 别着急嘛 这不还有我在这呢吗 事在人为嘛 对呀 你听见没有老叔 你听见没有 是是是是 是我们依乐可能这命理啊 没有当官的运 可是有贵人相助啊 有贵人相助 那命 那命运就就有了啊 是不是啊 我刚才想好了 明天晚上我就请杨总吃饭 你看看 你看看这亲家公啊 真是有本事 你吃一顿饭也把问题解决了 真是 来 借给你个奖金 谢谢董事长 老回去啊 不要跟公司那些其他人说 放心 那个 我给你这些奖金 你跟你爸说了没有 说了 那他有说什么没有 没说什么 就是说让我 好好存起来 不要暖花 好了没事了 你去忙吧 好 谢谢董事长 好 董事长 我想问问 这个真的是我的奖金 当然啊 你怀疑什么 我 对咱们公司的价值在哪呢 您发我奖金 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别妄自菲薄啊 你对公司可有价值了 虽然你现在做的工作很简单 但是我相信啊 有一天你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效益 咱们眼光啊 不能只看一眼前 要是早远于 长远的目标目 好 那董事长 您真的相信我 当然啊 那我佣人知道你现在 现在你可能不明白 但你爸会明白 好 去吧 嗯 哎呀 真不好意思杨总 还就是那件事 哦 哦 哦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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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杨总 咱们明天晚上一块吃饭 那不不不 你别喝 哎 对对对对 好吧 那明天晚上见 好好好 好 好 明天晚上见 哎 你这干吗 这一肥皂剧 你用了半盒纸了 哎呀 少管我 你男人都冷血冻 我根本不懂爱情 你多大岁数了 还爱情 你小姑娘啊 行了 行了 去给我拿两千块钱 哎 你们两个人用不了两千块钱吃饭啊 咱们要求人家办事 就得让人家吃最好的喝最好的 明白吗 倒不是我心疼你这两千块钱 我是觉得呢 你憋足了劲啊 扶你女婿上位 人家那正牌赵母娘还不领情呢 反过头来啊 还要把你骂个狗血喷头 我管她呢 对小曼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心里一直很遗憾 总是想找个机会 尽力地弥补一下 他李东梅再不怎么样 他总不会反对依乐升职吧 如果我真的帮依乐升上去了 那李东梅也不至于再让他爹回来吧 他真有病啊 行了 行了 快去拿钱去吧 行 来来来 杨总 敬你一杯啊 来来来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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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啊 咱们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我女婿事你就给句痛快话呗 这次民主撤评她的得风不高啊 这些禁闭信息都是公开的 我要提拔她难以服众哦 那就是不肯给老同学面子了 老郭啊 你这么说就有点生分了嘛 其实呢 依乐要想升上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她要拿出点比其他几个竞聘者强的理由 比如工作能力 她要证明自己确实比那几个人要强 那我提拔她才能堵住大家的嘴巴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啊 来来来 老郭 你看 爸 你什么事不能再电话说 你非要约我见面 我那一大队是等着呢 爸知道你忙 但是这件事 爸爸必须当面给你解释 爸爸总想给你做点什么事 可是没想到 那杨总根本就不记我们这几十年的友谊 所以这事又没给你办成 你说的是依乐生殖的事啊 对啊 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生不了就生不了了呗 我当初嫁给她 那也是看中她的人 也不是看中她的职位啊 以后再让她自个儿努力努力 你说您倒什么欠啊 小满 你能这么想 爸爸很高兴 因为爸爸总想着为你做点什么 我想哪怕帮依乐做 不就是让你高兴吗 结果你看爸爸真是太无能了 行了 爸 我心里已经很领情了 好 走吧 我先走了啊 走走走 那你也赶紧回家吧 走了啊 爸 再见 拜拜 你说什么 就说你爸也指望不上了 我爸说他挺抱歉的 他没想到 现在时代变化这么快 这人际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小 人家全凭实力了 没这金刚字就别了 你这瓷器活啊 这是 妈 那我爸已经尽力了 他不一样啊 问题是 我原来我就没有想着 让依乐去竞变什么什么科长 那不是你爸吗 一副胸有成竹十拿九稳的样子 给我信心了 我这不是逼着依乐吗 去报名去招聘 完了这回 这回完了 这依乐就成人笑柄了 妈 哪那么严重啊 那竞选科长人多了 最后当科长就那一个 那落选的呢 没选上的呢 都成笑柄了 他问题是不一样啊 问你别人 他就根本就没有抱着希望啊 你不行啊 尤其是我听你老丈人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你当那科长 就十个小指头捏这田螺 捏这一个田螺 他特有法握 谁别说 谁不怪就怪你 怎么是怪我啊 你说你长个大嘴老沉不住气 这巴子没一撇巴 马世界出去嘚瑟去 弄得全嫁出去 都知道咱儿子要当科长 这回好等着大伙笑话你吧 我哪知道啊 我哪知道啊 你说我哪知道 这庆内公说话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你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有几分权力的 那个什么呀 机关主任对不对啊 妈 那我爸说话也不是不着调啊 那他就是 对现在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 他也帮伊勒心切 那别的不说 他自己还贴了好几千块钱 请人吃饭送礼拉关系呢 小麦小麦等会儿呢 咱得把这事说清楚了啊 你爸拿了几千块钱请客送礼 是我们让你爸去的吗 是他自己要拿的呀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拿呀 他不就为了讨好你 这才讨好伊勒的嘛 你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好像是我们的一大家子欠你爸 什么人情似的你 不是妈 那这事儿 那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以前他来家里的时候 你对他总是笑脸相迎的 怎么现在事儿没办成 脸色立马就变了呀 小麦你少说两句吧 我不是说的 来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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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媳妇还跟我摔脸子呢 你也少说两句吧 我就没当时可掌握多大点事啊 这个 真没劲啊 怎么叫没劲呢 不是 不是我说你啊 你说平时爸把唐儿子总挂在嘴上 现在倒好 好好地让儿子受一顿加把气 你看你那京剧吧 不说没人拿你当哑巴 还不是因为小曼吗 小曼咋子 我呀就随意地这埋怨了两句 你看着跟我这真尖对曼曼就吵上了 又跟我三分使气就摔门子 我跟你说我这婆婆当了真是够冤枉的 你也知道当婆婆拿这滋味了吧 那头些年你不是跟我也摔脸子吗 动不动说个话呀 哎呀的我呀 你不比我 我说说你 哎呀的我三天我都闯不过气了 真的 我也不看我儿子面上我跟你说 我就只让吃汤圆了 我把他咽起 吃汤圆就咽起 这就叫风水轮流转 哎呀咱把话搁这 你看小曼看我儿子的时候 不过姜本也得追香 我真的不用上火 上打火去 消气了 没有啊 继续 行了吧淑依勒 你别给我唱苦肉劲 老婆 你使劲打 打到你消气为止 好不好 等你打完了 老家你跟我妈再说两句好话 要不然那口气呕到心里 又得好几天 你做梦吧舒一乐 我才不会低声下气的 去哄你那个视了眼的妈 你说什么呢小曼 你可以跟我打可以跟我闹 但你不能说长辈坏话 那是我妈 我没说坏话 我说的是实话 你妈本来就挺失利眼的 本来就失利眼了 我再说一遍 不能说长辈坏话 那是我妈 妈 妈儿啊 别冲动啊 干啥呀 我去留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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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啊 乃跟你一块儿去 乃跟你一块儿去 乃跟你一块儿给你等 等着 那你拿着结实了 嗯 别说别说 别说 啥事 别这样 啊 挺好的 真狗 哎呀 也就是舌头碰碰牙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嗯 还哭呢 我就是觉得心里特委屈嘛 那我爸就是因为这些年 觉得对我太内疚了 所以才想尽办法帮依乐 那这次依乐没深成枝 她心里已经很自责了 再要让她知道 我妈这么说她 她肯定挺难过的 是 你说她在里 嗯 那是站在你的角度上 你婆婆呢 她也觉得她在里 她是站在她的角度上 你婆婆这个人也不是不了解了 就那么个刀子嘴 你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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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讲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啊 讲不出来 讲的就是互相包容 互相呢 谅解 这么大一个家庭以前 大家生活在一起 啊 得理解 好吗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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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铁�铁�铁��� 好 妈 我来盛吧 给我吧 对了 妈 对了 您今天 做了那么多菜 辛苦了 吃完饭呢 你就和爸下去散步 今天的碗我来刷 不要 你每次刷完 你都得菜俩盘子 行吧 吃完饭 还是我刷吧 你跟那个伊勒儿 你们俩出去散散步去 妈 今天对不起啊 是我态度不好 您就别跟我生气了啊 跟你们年轻人一半见识 再过三十年 自有我孙媳妇 替我出去报仇 她 müssten 我不 这 你把我的次放行了 你把我放下 你过一期许 你把我放下 你把我放下 放下 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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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邵总 可来了 你的好兄弟郭林突然辞职了 你再说一遍 他辞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下班的时候 他突然向云事部递交了辞职报告 那他负责的新光地产的案子呢 不知道啊 他也没交代 但是我公姐一块带走了 怎么会这样 你那位继门大人 可一大早上就过来找过你了 他让你一到公司 马上去见他 什么 他让我去见他 搞没搞错 他以为他是谁啊 你告诉他有什么事 让他来见我 小点声行不行啊 这不是他去公司 总经理 林可桑回来了 看来您的表 永远比我们慢一个小时 怎么了林助理 你是要给我寄口 签口工资吗 不敢不敢 我只是想 总经理应该以身作则 给底下的人 竖个榜样 别动拉牺牲的 我知道你是来 兴师问罪的 说吧 好 那我们开门见山 郭林辞职了 一个小小的员工辞职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这是一桩普通的辞职吗 新光地产突然停止了 和我们所有的商务谈判 郭林是一直负责这个案子的 那又怎么样呢 谈不拢自然就不谈了 而且我们堂堂上市集团 旗下的广告公司 吃饭还指着他一家 新光地产吗 大少爷 您真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啊 新光地产这个案子 你父亲非常看重 去法国考察前再三地叮嘱 一定要拿下这个客户 现在呢 郭林带着这个案子消失了 小琪 去帮我冲杯咖啡 这大清早的刚进公司 就有人不请自来 在我耳边叽叽歪歪地 吵个不听 我真的很不爽 记得多放几颗糖了 好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我也不用解释了 但是我告诉你 很早以前 我就看出这个郭林有问题 我让你辞退他 是你在你父亲面前 力保下来的 今天郑果晚上就回来 我看这事 还是你自己 跟你爸爸解释的 对了 你知道郭林的去处吗 我猜你也不知道 不然你也不会 这么无所谓 郭林现在去了 的阳光广告公司 是我们上市最大的对手 你们不是铁哥们吗 好好反省一下 你看人交友的眼光吧 赵总 咖啡 谁让你记得的 谁让你多的咖啡 出去 快快快 放下 海洲 小itti 公司 对 怎么了 今天又是哪个买卖不买你账了 这么大股酒味啊 喝了多少啊 怎么了 老婆 你告诉我 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没用 是不是除了吃喝玩乐 什么正事都干不了 谁说的 你还有好多优点呢 你不用安慰我 其实我也知道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 我不过就是比别人运气好一点 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有钱的家里面 如果有一天我失去这个家了 我可能什么都不是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阿姨 你跟我说句心里话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失去这一切了 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亲爱的 你今天喝多了 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不用 你不用给我倒水 你就算不说我也知道 连从小到大 我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出卖我 我还可以相信什么人 亲爱的 这到底今天出什么事了 郭琳辞职了 他不仅辞职了 他还去了我们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 他叫阳光公司 不光如此 他还带着他负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走 而那个项目是爸爸特别看重的 可是为什么呀 那郭琳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 我打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我现在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背叛我 从小到大 他家里不管有什么事 我永远是第一个停车而出帮助他的 他爸爸得癌症了 他付不起医药费 是我悄悄地替他垫付了 他老婆找不到工作 也是我找人帮他安排的 为什么偏偏是他爱 亲爱的 你这个人吧 其实挺善良的 面子不好 讲义气 但是只是表面上看江海 其实内心挺脆弱的 不过 这也是你的可爱之处 其实我就是个失败的男人 前几天 林芳让爸爸把这个郭林给辞了 是我在爸爸面前力保住她的 可现在她这样对我 爸爸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你说我怎么跟爸爸交代啊 亲爱的 你先别急 这样我去劝远林芳 让她别把这件事情先告诉爸爸 然后呢 我们再竭尽全力 去找找郭林 看看事情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老婆 这行得通吗 现在那个老巫婆 她就本着落井下石呢 你放心吧 这个林芳啊 不仅是我的老同学 她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呢 她就算不肯帮你 也会卖给我这个面子的 我先给你倒杯水 好 好 我先给你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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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手 sé 我是我的平衡 你不应该 我先给你晴天 你自己的灵力 我先给你晴天 我先给你晴天 你自己的灵力 默默涂芬芳 花巧般留书泡 走过人一双 偷溜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定格住我们青春过往 傲然挥手看幸福模样 靠在谁身旁 留不住的时光 带走感伤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偷溜走的时光 留下泛黄 剩下唏嘘感叹回响 那时的我们心色匆忙 会在谁身旁 会在谁身旁 在谁身旁 在谁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